第五十三章 反杀 叶锡文 今天你死定了 我要把你直接打残 然后拖出去喂妖兽 我要看你被生生咬死 张云飞面色残忍的说道 其他的张家的弟子都是面色不善 本来元宗和张家就不对付 也就是维持表面上的平静罢了 私下里相互下手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叶锡文毫无疑问是这次元宗新进崛起的天才 扼杀天才是打击对手最为有效的手段 因此张云天一说 他们就都跟过来了 就凭你们 叶锡文冷笑说道 则则 这么多个高手 如果一次性都死光了 你们张家也得元气大伤了吧 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大加上 我要将他打残了 张云天脸色猙獰的吼道 几个后天九重的张家弟子一起冲了上来 各种武学在他们手中绽放 年纪轻轻轻就能修炼到后天九重的 那一个简单了 五颜六色的真气在空气中爆裂 震荡出恐怖的波纹 朝着叶锡文轰了过来 枪 叶锡文背后的长刀瞬间出鞘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长刀化为一道流光 斩破了空气 对着那些人轰去 轰 一声巨大的气爆声 叶锡文的长刀 将他们的攻击全部斩断 叶锡文一刀在天空中瞬间划出了九道刀影 将一个张家的弟子笼罩在了其中 大胆 找死 张五顿时大怒 大喝一声 骤然出手 一杆长枪已经是使得炉火纯青 枪间爆裂出恐怖的枪气 朝着叶锡文就是刺去 要将叶锡文直接生生定死 面对来势凶凶的张五 叶锡文去世不减 居然又加快了几分 发出轰隆隆一般的雷鸣的声音 长刀化成一道流光瞬间 将那个张家的后天九重的弟子给劈成两半 这就是新月斩的可怕 一瞬间笼罩住你所有的退路 让你无路可走 无论是从哪方面走 都要面对长刀的突击 可怕非常 叶锡文瞬间抽回长刀 带出血珠飞剑 瞬间朝着张五的长枪劈去 这个时候 张五的长枪已经杀到叶锡文的跟前了 几乎要瞬间刺入叶锡文的体内 将叶锡文定死 当一声巨大的金铁 焦鸣的音爆声 叶锡文的长刀终于及时荡开了张五的长枪 啊 张五看到叶锡文斩杀了一个张家的弟子 顿时气的发狂 今天就算是大罗 金仙夏凡都救不了你 我一定要让你死得很惨 想杀我 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 全部都给我留下来吧 叶锡文大吼一声 手中的长刀 简直已经化成了天上灿烂的星辰 无尽的真气 再和空气激烈的摩擦中发出恐怖的暴鸣声 缺越斩 随着叶锡文一声大吼 长刀犹如星辰降落一般 瞬间朝着张五斩去 轰 张五举枪一挡 掀起恐怖的气浪 再来 叶锡文第二刀瞬间斩道 两刀之间几乎都没有任何的停滞 轰 一声巨大的暴鸣声 张五简直手都要被砸麻了 叶锡文的力量到底有多恐怖 全力砸下去 简直连一座小山头都能被声声打爆 如果不是张五也是后天九重巅峰 力量也是已经逼近了九十九头猛虎之力 只这一刀就能将他劈飞 张五眼中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根本难以想象 叶锡文居然生生将他的攻势给斩断了 这得多恐怖的力量 才能将后天九重巅峰的自己给斩退 第三刀 第三刀也是电光火石般斩下 而这个时候 张家其他的弟子终于也反应过来了 纷纷朝着叶锡文扑了过来 叶锡文这一刀 瞬间改变方向 朝着张云飞斩去 后天八重的张云飞扑过来的速度最快 也是最希望能将叶锡文活生生折磨至死的 看到叶锡文被张五挡住 顿时以为有机可乘 顿时就扑了上来 白痴 你以为上次我是杀不了你吗 叶锡文喝道 长刀完成转向 直接朝着张云飞斩去 速度快若流行 电光火石之间斩了下去 不要 张云天眼疾手快 大声呼出 但是根本没办法挽救近在咫尺的张云飞的命运 扑斥 在张云飞惊恐的神情之中 叶锡文的长刀劈道 瞬间将张云飞劈成两半 啊 弟弟 叶锡文 我要杀了你 张云天顿时壮弱癫狂一般 朝着叶锡文扑去 不过又怎么会是叶锡文的对手 叶锡文的长刀犹如灿烂的流星划过星空 割裂了空气 将飞扑过来的张云天给直接拦腰截断 那些张家弟子只觉得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这才短短时间 已经有三个人死在了叶锡文的手中 其中甚至还有张云天这样成名已久的超级高手 这到底是怎么了 犹如是天他地陷了一般 上 杀死他 绝对不能让他成长起来 张子秋这个时候大好说道 这叶锡文才几岁 连二十岁都没有 就已经如此可怕了 如果让他完全成长起来了 那得有多可怕 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叶锡文一席青山 黑发飞散 手持长刀 鲜血从刀尖不断滴落 神情冰冷 简直犹如是从远古复生而来的魔神 不过张子秋根本还没有说完 叶锡文的刀器就已经批到了 张子秋甚至都来不及反应 就被刀器批成了两半 你竟然敢杀我张家这么多人 你死定了 我们张家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一个后天九重的弟子叫肖道 白痴 在这里无论杀了你们多少人 你们张家都没有办法 况且只要把你们全部都杀死了 谁会知道 是我干的 你们打的不也是这个主意吗 所以才敢明目张胆的截杀我 叶锡文不屑的说道 脚下不停 踏着天仙步 当真是犹如天仙脉步一般 潇洒不羁 瞬间就已经冲到了那个后天九重的弟子的跟前 一刀将他轰成碎片 叶锡文的动作极快 长刀势若雷霆 不过是几夕的时间 就将剩下的张家的弟子 战杀一空 张五转身就逃 但是还没跑出几步 就被迈着天仙步的叶锡文给追上了 一刀直接接那个 他给结果了 的 我们 我 我们 我们 感谢观看